請海中書會的林松橋理事長 唐老師 還有我們親家的同學 還有柯衛協同學 還有我們律賓 大家早 大家好 好 說到我跟唐老師的結議 說他也是一個人 我講 他有一次 他五六年前 他到我們七王去購獎 那我就在那邊欣賞唐老師的作品 那書畫 我去畫一個放 然後剛好他有一張漢簡 那時候我也正在練習漢簡 所以我特別的習慣 特別在那邊看 就這樣的話就跟唐老師就這麼的結言 所有人就是有緣地會相見的 他一直到現在 這個唐老師不只他的書畫好 還有他這個人很豪爽 那麼同學跟他學 我想應該會進步 那現在由他來指導你們 由他來遷移你們的開始 就可以這樣延長 這樣出來的話 你們一定要再努力 再努力 我不會騙各位 我一看到那個草書 因為以前我都沒有去寫草書 一看到草書 那個什麼 那個世界史 我這麼奇怪 怎麼完全不一樣呢 那最近很排斥呢 後來我就跟蔣老師寫來以後 就慢慢慢慢地去寫 那寫來以後 我也開始慢慢地寫詩 所以我講這個不是在誇要我自己啊 我就覺得蔣老師也常常講說 你們盡量會寫詩 能夠以你自己的詩來寫你的作品 會寫得比較好 所以就聽他這樣糊裡糊塗的 就這樣掉下去 就是在去寫詩啦 那在以前我們說在我們寫詩時代 只知道那些平平著著的 只是會背了 也不知道怎麼用 也不知道怎麼擦這些平著的問題 不知道 後來退休以後才真正的原來就是這樣 他就開始做 所以我現在的作品啊 幾乎都是寫自己的詩來寫自己的作品 跟蔣老師結束沒有錯了 他一定會給你拉理髮 把他最好的東西回來傳授給各位 所以我們各位同學呢 你們要以後可以像那個說 像這個這個這個 剛才我們前面講說 你們將來還有夠展 要這樣做 這個是在這邊呢 這個 努力各位 然後呢 我會在這邊做我們幾次的會 這次的展覽一定是臉滿成功